1990年到1997年之间,吴梦达和黄金搭档周星驰合拍了一系列卖作电影,作为全香港最贵的男配角,他的身价甚至比一些主角都高,因此赚钱赚到手软。 一部八十万酬劳的戏,只给人家干四天,一百二十万的最多只给干八天、十天,而且赶戏都赶不过来,试过一天拍几足戏,早上拍刘德华的,晚上拍星仔的,最多是吴梦达一年拍戏收入过千万,而这些钱,全部被他用于照顾三个家庭和孩子身上。 在感情上,他自认有负两位前妻,因此更想用金钱来弥补。 他给前妻都买了房子,前妻都不用工作,由他养着。有朋友劝他,何必如此?吴梦达回答,我老了,对感情看得比较重。 这些感情债都是责无旁贷。于是,他努力做到对每个家庭和孩子都平等对待,分给每个家庭的月工,是八十万。 因此,每月二百多万的开支,让他的拍戏所得,竟然捉襟见肘。 为了维持开支,他必须拼命挣钱。平时,把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,不容有失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和最好的搭档周星驰闹翻了脸。 2003年,周星驰要拍《功夫》的时候,让助理事先通知吴梦达,到时候,有他的戏要演。 吴梦达很高兴,特意叮嘱助理推掉了很多的戏约,为自己到时候留出档机。 可是,等到电影开拍时,却迟迟没有接到通知。 打电话询问,竟然是因为语言设定的角色有冲突,周星驰背着他换了人选。 如此大的变动,竟然不通知自己,害得自己白白少赚了很多钱。 吴梦达因此大动肝火,公然在媒体上表示, 周星驰喊清高,以后自己不会再出演他的任何电影。 由此,两个人的矛盾正是公开化。 因为此前,香港娱乐圈已经刮起了岛州运动。 以洪金宝为首的艺人攻击周星驰犀里变态, 对合作的同行缺乏最起码的尊重,只当自己是人,其他的都是狗。 吴梦达此次的公然批评,无疑加了最猛的一把火。 周星驰的声誉跌到谷底,曾经双赢的黄金搭档,因此两败俱伤。 无论怎么说,失去了周星驰的吴梦达,的确迅速暗淡了下去。 近年来,香港电影业又大幅缩水,很多人都没洗拍。 吴梦达给三个家庭的月工一再下滑,将为每家每月三十万。 这样,每个月九十万的基本开支仍然是个大数。 吴梦达必须一年至少赚够两百万,一家人才有饭吃。 巨大的生活压力,逼得他不得不转向内地发展,开始街拍电视剧,甚至连偶像剧也同杀。 内地,港台,甚至国外,忙得连轴转,为了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。 年过六旬的吴梦达仍然没法享清福,除了拍戏,他削尖了脑袋想招赚钱。 曾经投资过房地产,做过寻呼台,还玩过股票,最后都赔光了。 只有经营的几家小餐厅还赚到了一点钱,但面对每月几百万的家庭花销,仍然是不够。 又要花钱啊,成为了他的口头禅。 2014年4月,在石家庄拍戏期间,62岁的吴梦达因为操劳过度,导致心脏发炎, 随后病情一度恶化,为心脏衰竭,被送入了爱奇幽进行抢救。 幸好最后抢救成功。 返回香港住院后,著名的联浦网站上,突然出现了一则名为 一路走好吴梦达的帖子。 一时,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。 现任妻子侯山燕得知消息后,立刻飞来香港照顾丈夫。 来香港两星期,等吴梦达病情稳定后,才飞回了新加坡。 大病出狱的吴梦达暴瘦了三十磅,不见了大肚男,为了健康还戒掉了烟酒。 但是,刚刚病欲出院后,他竟然急不可耐地返回石家庄补戏,直到数日后,才回港复诊。 之后几天,他又出现在辽宁卫视中国喜剧力量的舞台上,他不敢不开工,否则三家人会没有近象,只会花钱。 为了日后,三家人都过得安安乐乐,吴梦达于2014年5月,再次确立了遗嘱。 这场大病,虽然被吴梦达形容成未死过翻身,可是,生病时的惊险,却令他惶恐不安。 他的前半生,也曾上一家财,赌场散尽,也曾抛弃弃女,丑闻满天。 如今,到了62岁,吴梦达敢言,他们恨不恨我不知道,但是,可能那些礼还是有那种恨吧。 儿女们将来选择伴侣时,我不会干涉,但我会告诉他们,两个人要互相包容,互相忍耐,所有的事情拿回来讨论,不要你瞒我,我瞒你。 朋友们,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,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